第209节 扇婴接过火柴 自己呢 又划了一根 火焰依然冒出 把她的眼睛照得亮晶晶的 然后从她怀里掏出一把精巧的匕首 双手捧给云野 这是家母给我的遗物 我一直未曾离过山 如今就把她作为 我扇婴向云家借债的抵押 债还完之后 我再来取这把刀 说完 转过头去 用了极大的毅力 才把刀松开 那是当然的 你借了我这么多钱 没点抵押怎么行啊 云野接过刀 一按压黄 这把刀立刻就弹出一寸 雪亮的刀身 涂着一层薄薄的油纸 抽出刀 云野随便耍了两个刀花 又凌空砍下一根小树枝 刀毫发无损 扇婴却看得心都在滴血呀 耍了一趟不知道什么刀法 云野把刀插进刀窍 随手抛给扇婴说 记住了啊 这把刀现在是我的了 只是交给你保管 不许弄丢了 说完呢 也不看扇婴惊喜交加的脸 就要去接刚刚开完会的星月 心里暗想啊 一个个都是突变 把那把破刀 看得比命还重 就当谁要抢你的宝贝一样 和乞丐手里的饼干 饿狗嘴里的骨头一样 不过当云野看到鸟挪拼亭的星月 从屋子里出来 就不由得心情大好 这是老子的骨头 谁要抢 就要谁的命 洛阳住了三天 侯夫人特意邀请新月 去了一个富贵人家 看他家特意种植的下勺药 其实呢 就是下牡丹 大唐的初年 没那么多讲究 通通叫勺药 别人家的勺药啊 都是四五月开放的 只有他家的勺药 在六月盛开 据说有几颗花木啊 可以一年开两次 端是神奇 星月一回来 就犹意未尽的 缠着云野要牡丹 还说人家的那几朵 酱紫色的牡丹 最配的了 戴上之后啊 一定很漂亮 星月是一个很自律的女人 从不缠着云野 要这要那的 这些天是怎么了 便脆弱了 不过这也就是 的的确确的云家人的脾气 高雅的学不来 一门心思的扎在实用上 不回头 眼看着再有一两天 花旗已过 那些美丽的倩影 就会化为污泥 星月就觉得可惜 认为 与其他自然脱落 不如用来当头花带 云家有一种药水 可以让鲜花保持四五天不败 陈星月一起去的小秋 都和主人家暗示了几次了 中花的宋家就是装着 听不懂 让主仆二人很是难堪的 既然从不张嘴的老婆开口了 云叶认为老婆说的没错 那就是抢 也得要抢回来 韩管家 叫掌柜 听罢云叶的叙诉 钱通和白掌柜就怒不可遏 女主人都说了 非常想要那几朵勺药 准备拿回来用药水 泡了插头上 那家的主人就是个不懂事的 不知道赶紧捡起来 给少夫人送过来插头上 他家的花能插在少夫人头上 那是给足了他的面子呀 是可忍孰不可忍 没见过这么不懂事的 也不知道 是怎么把家业糊弄那么大的 管家还不熟悉洛阳的事 掌柜的就首先发飙了 义愤填膺的大骂 宋家门眼色 光知道种勺药 祖宗八辈把几颗破花 看的比命还重要 他这就亲自去送家摘花 把开的好看的全摘下来 好让少夫人每天换着袋 也不至于让那些少要 明珠暗头 星月就在那里点头附和 还不停的鼓励掌柜的 要多摘一些回来 那些黄色的粉色的也好看 到时候和小牛老婆 成楚墨的小妾 每人都挑一些 看着白掌柜带着几个护卫 杀气腾腾的出了门 云野就说了 咱夫妻二人也算是绝配了 你夫君我砍人家茶树 我娘子就去摘人家名花 两两相应 妙许横生 实在是妙极了 对了 老婆 你就不怕 人家喊咱俩为采花大盗吗 星月掩着嘴 发笑说 夫君是大名鼎鼎的长安三害 妾身 这个做妻子的名声太好 也不行啊 这个世道 讲究的就是夫唱夫随 在星月鼻子上扭一下 云野背过手 看了一会儿石榴 近两天没见他 也没有成熟的意思 就转过头来 慢慢的说 你呀 不知道你这么心急做什么 家里的事情将来 还不都是要交到你的手里啊 奶奶年纪大了 自从咱们成亲 他老人家就不管家事了 还不是由着你折腾 现在早早的把洛阳的白掌柜 往子里逼 这是何道理啊 星月不自然的扭着手帕 把身子挨进云野说 切身才不是嫌弃奶奶管的事多呢 他老人家那么疼我 家里所有的东西 迟早还不都是交给我的手里啊 切身只是担心 落在了后边 再也不讨你的喜欢了 云野恶然道 落在谁后边啊 谁能抢在你前面啊 夫君不知道吧 草原上的收益很大 运到关内的剑牛就有五百头 夫君说的羊毛也开始起运了 今年秋天就会有一批羊毛运回来 书院的公书先生已经琢磨 怎么把羊毛纺织成线 最后织成料子 在咱们出发前 公书先生派人送了一小匹料子 现在还很粗糙 老先生说 只要继续再研究下去 就一定会织出柔软细腻的料子 切身娘家就是做丝绸生意的 切身怎会不知道这里面的利润呢 更何况 羊毛除了运费和加工费 就不贪本钱 切身算过了 这是一大笔钱财呀 将来会比家里的收益都高啊 还有那个该死的李安兰 您给他铺了一条捡金子的好门路啊 做的都是没本钱的买卖 切身可怜 云家庄子要名声 长安城里要名声 只要对庄户们不好一点 您就会生气 奶奶也会生气 您想想 满长安 有谁家的故宫和庄户拿那些工钱呢 这都是要摊到本钱里去的 他们两个倒好 一个满世界捡牢里 给口饭吃 那就是积乐大德 另一个 那干脆就是带着将士们做强盗 是没本钱的买卖 切身一个做正经生意的 哪里能比得过他们呢 云夜被星月一通的控诉 脸都成官公脸了 字字句句的 说云夜呢 那就是一个负心狼 薄情汉 把好处全给了外面 这不三不四的女人 家里呢 就留下一个正牌的老婆在吃苦 无数八道什么呀 我就娶了一个老婆 没影的事 不要乱说啊 那就是两个倒霉的女人 倒霉 您都倒霉出孩子了 切身这个大房 反而是肚子瘪瘪的 草原上的那个 今年秋天就会来长安 也是找你要孩子的 夫君呢 真正的好本事啊 说完呢 还拿出一封信晃呀晃的 云夜劈手夺过来 顺手在星月的屁股上 抽了一巴掌 瞪着眼睛说 看看你现在惯的没个样子 都开始偷看我的信了 没规矩 如果是别的事情 星月还有害怕的时候 可是说到家事啊 他都敢单枪匹马的杀上灵霄宝殿 自己站着礼 只是说说 谁料想还挨揍 本来要哭 立马不哭了 仰着脖子 四十五度望天不语 不理会这个傻婆娘 这两天呢 也不知怎么了 就是脾气啊 抱得厉害 赶紧抽出信 草原上维系着 云夜的希望 能不能让草原和内地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成为一个共同的利益链条 那就要看那日部 每年能不能供应大批的羊毛 这件事情一旦成功 对草原民族来说 那是一个惊天的恐怖噩梦啊 既然欧洲可以上演羊吃人的惨剧 没理由那一大片广阔的草原 不会出现的 汉民族不是没有力量入侵草原 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利益 有了足够的利益 就算所有的草原人都躲在汉塔洞里 红着眼睛 需要有人给自己放羊的大唐将士 也会把他们一个个的挖出来 送进自己的牧场 荒原不再是荒原 不毛之地成了流淌着奶和蜜的花园 懦夫也会成为不可匹敌的勇士 从蒙古草原到北极之地都会是大唐的牧场 那日牧干的很粗色 牛羊增加很多 还很会来事 有事没事的呢 就会给军营里送些捡来的牛羊 云业让车队送去草原的东西 也有一些会送给边疆的将士 所以呢 人缘极好 至于将领们 突然发现自己家多了一块小牧场 上面呢 有几十只羊在那里晃荡 据说是自己家的 那日牧呢 只不过是在替他们放牧 属于他们的牛羊 至于这一块牧场 军营里的老粗们 用粗大的手指在最小的地图上划过 发现当初李靖大军分给那日牧的牧场 那就这么大 没错 不信 你看按手指划过的路线呢 那是不是和大将军一个样子 捡牛羊的人突然多了起来 尤其是边军 他们也开始在草原上捡食牛羊 有几回在薛炎陀的领地内都捡了好几百头啊 这该是换娘的主意 一个在全眸圈子里被煎熬成老夫人的少女 绽放了她全部的智慧光彩 怪不得她不肯回到中原之地呢 原来想试试自己的能力 云叶哑然失笑 都是些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主啊 在这个世界上 人才也太多了些吧 你在笑什么呢 小情妇的话很贴心 云叶转过头 刚刚还在做望天壮的星月 现在就趴在自己的肩头 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瞅着自己 云叶伸手揽住她 勃勃的愁山下 是有些冰凉的肌肤 星月哼尽两声 就不再说话了 两人相拥着 在石榴树下溜腿 这是星月最喜欢的走路方式 那当然呢 是在没人的时候 她的做法没错 一个家里想要安定团结 一个强势的女主人 必不可少 星月就是以女主人自居 当然呢 她也是天经地义的女主人 女主人首先需要控制 家里的重要仆役 比如白掌柜 牡丹花只是一个油头 星月需要的是 白掌柜无条件的站在她这一边 看来老白领悟的不错 哪怕就是弄不来牡丹 弄回了一片叶子 星月也会高高兴兴地夸奖她 办事得力 无关任务成败 只看立场 院子外面有脚步声传来 一轻一重 不用说是牛剑虎 成楚墨回来了 两天两夜不间断的麻将生涯 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力气 可以挥霍呀 星月磁溜一下就从云叶的泪下钻了出来 一溜烟的回了自己的房间 小秋很奇怪 把头探出来 看看云叶 似乎云叶欺负了星月 对着她斜斜的一笑 舔一下嘴唇 小秋打了个寒碳 又把头缩了回去 两只熊猫出现在眼前 嘴里喷吐着酒气 连话都不说 只是扬扬手 就算是打招呼了 牛市九一迎出来 分别扶着两人 去了自己的卧房 叶子 咱们明儿就走吧 我实在是不愿意打麻将了 侯家轮番上阵 哥哥就是铁打的也扛不住啊 哎呦 明儿就走 成楚墨迷迷登登的边走 边给云叶说 旺财现在学的很乖 嘴里叼着一些青草装样子 云叶知道他根本就没吃 是装给扇婴看的 这几天扇婴被那些孤寡 搅得是焦头烂额 再也没心思管旺财 这就给了他可乘之机呀 脖子下的锦囊被扇婴给收走了 家丁们也不许旺财出门 没了吃的 旺财只好来找云叶混 云叶吃饭 他就站在窗户外边 不作声 只是看 每回看的云叶都吃不下去饭 善婴的交代早就抛到脑后了 只有把一盘子迎春高全部给他喂下去 再给他喝些凉茶水 云叶才能自己去吃饭 每回都被星约埋怨 说旺财呀 就是让云叶给宠坏的 如果长得和小鸭的那头猪一样 那可怎么了得呀 家里叙叙叨叨的让人烦 决定带着旺财出去转一圈 溜溜腿 顺便呢 看看洛阳的街景 钱元就是钱管家的大儿子 见侯爷要出门 招呼了六个护卫 加上自己和云三 前呼后拥的 陪着云叶出了家门 洛阳明显没有长安大气 街道弯弯曲曲的 不像长安 从这头一直可以望到那头 只有窄窄的三丈宽 拱形的天津桥 横款在金水河的两侧 这条河是一条人工河 虽然不宽 却足足有两丈深 水流缓慢 舟船行驶于其上 如同踱坡 到了有些地方呢 甚至会行驶的很慢 几乎感觉不到船在走 河边没有树木 连青草都不见几根 河岸两边是两条 麻石铺就的小路 已经被踩的油光水滑 每隔数十丈 就会有一个孔洞 插着粗大的石条 石条上全是被揽绳 勒出来的痕迹 就在两条麻石小径上 曾经有个数千半裸的富人 拽着高大的龙舟 在这条河上盘山而行 拆环叮当作响 接坐盛装打扮 那步伐也需要整齐 所谓迎水不起波兰 这段古话呢 就是指这些拖拽龙舟的富人呢 不能让龙舟上装满水的杯子 勤一点波兰 否则 斩骑手 如果起波兰的话呢 就会把最前面扛着旗子的富人 斩首 老天爷呀 这是一个需要变态到何等地步的人 才能做出来的事情 所谓一步一冤魂 就是指这里 一个平缓的 几乎没有落差的平原 要造出一条自然流动的河流 是需要怎样的精湛 准确的测量 全长十二里 落差只有五尺 这十二里是完全没有必要修建的 洛阳城一条宽阔的陆路 就在他的旁边 完全可以满足洛阳货物的吞吐 这十二里路 只是为了满足一个疯子 狂妄的美梦 云叶突然讨厌起这段河道 拽着旺财离开河道 他害怕再待一会儿 会听见那些亡魂的哭泣声